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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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來看一個小字典程式 我們大概會做像這個樣子 這是輸入那個字 然後就查詢它的意義 當然我們的字典 用的字典可能會很小 但是跟寫大的是一樣的 只要你把字典弄大就行了 那我們就先來做這個畫面 做好之後其實程式就很簡單的 剛剛給各位的那些翻譯 其中的Dictionary就可以用來查 那我們就把它先建一下這個介面 我先生一個Windows Phone的專案 這裡就叫做Diction 很確定 這時候呢 我們加上我們想要的介面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 工具列 Tumbo Box Tumbo Box Tumbo Box 接下來呢 我們需要一個按鈕 按鈕 RidgeTumbo Box 再來我們再需要一個 RidgeTumbo Bo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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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用來顯示 有包含顏色什麼之類的文字 但是你想把它拿來顯示一般文字也可以 那我現在幫這三個Bars都命一下 我們就照這個程式的寫法 這三個Bars一個叫Botten Query 一個叫 一個叫 然後表單叫Fondition 然後呢 RidgeTumbo Bo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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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 RidgeTumbo Box 這個叫 RidgeTumbo Box 這個叫 RidgeTumbo Box RidgeTumbo Box RidgeTumbo Box 這個叫 RidgeTumbo Box 然後呢 我們應該把這個調整一下 再叫 查詢 Test 這樣子看起來就是剛剛的介面 那 那接下來真正的程式才要開始 我們希望能夠做到 我先把它存檔 好 存檔一下 養成好習慣 否則萬一 譬如說你的電腦當機 那程式就沒了 所以 在這邊 OK 那我們叫Ditch呢 好 這樣就存好了 那我們現在的程式呢 基本上什麼都不能做 打了也沒有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稍微建一下 我字典裡面總要有幾個字吧 字典裡面沒有字 那當然就不能這樣字典了 所以呢 那我一開始 我們先 在Fom Road的地方 或者是建構的地方 加刺都可以 那我現在在 就放在Fom Road的地方 去加刺 這Fom Road 加刺 OK 加完之後呢 這個我先解釋一下 現在呢 英文字母 有狗 貓 吃 追 好 披正 然後呢 這個對齊一下 你就會看得比較清楚 確實 好 OK 這樣子 我們就得到了一個層次 但這個層次還是不能跑 對不對 因為我現在只把字放進去而已 那我沒有寫查的動作 所以 等一下 現在這裡 有一個問題 我的DICT沒有宣告 所以我的字典要先宣告一下 字典宣告一下 宣告在哪裡 宣告在物件裡面 這樣子 你任何的函數都可以進去 好 再建置一下 OK 這樣宣告了 但是它的層次還是不能用 對不對 因為我沒有寫 我沒有寫查詢的功能 所以我現在要寫查詢的功能 查詢的功能怎麼做呢 就是 你輸入什麼字 我就去查出你要的那個字 然後把顯示在畫面上 然後它的做法 這裡 這邊的程式 可以參考一下 好 查詢的程式 首先呢 當你按鈕按下去之後 我就取得 看Volbox Query裡面的那個文字 OK 取得那個文字 取得那個文字 取得那個文字之後呢 我呼叫DICT這個字典物件 然後把英文傳進去 把剛剛的這個英文傳進去 OK 那結果呢 它會把對應的中文傳回來 因為我們在DICT的時候 是以英文為關鍵件 以中文為直 OK 所以英文傳進去就會取得中文 所以我只要寫DICT e-word 它就會傳回中文的詞給我 我再把這個中文的詞呢 塞到Bridged and Spots裡面的Test 就會顯示出來 好 那這樣就做完了 我們來看一下 好 現在呢 我查 然後呢 按查詢就會出狗 對 我查CAT 按查詢 它就會出狗 好 那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程式 好 那各位呢 就 試試看 嗯 這樣做一遍 但是 你做的時候 你要一邊 有任何問題就趕快問 因為我發現說 我們雖然現在講起來 感覺 對我可能 有點簡單 但是對各位來講 可能 不見得 可能有很多的問題 那如果各位 聽到這些問題 任何一個問題 先趕快拿出來問 後面會越來越難 後面越來越難的話 各位就會越來越 如果這邊沒有跟上 就會越來越聽不懂 所以請各位 精彩您的在這邊 擋上我們的進度 好 OK 各位試試看